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會開尾眼尾肌 到底他們屬於真人還是特效人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考慮思考的問題 我不反對會有更多虛構的東西出現 但我覺得中間是要有平衡的 3Tuber? 不知道 甚麼?我不懂 有皮和聲音 有點像網路藝人 對表演沒甚麼興趣 我們在旺角街頭 隨機訪問了十幾位 14至25歲的青少年 他們都好像不太知道 3Tuber是甚麼 由2020年開始 他們就在YouTube和Twitch上迅速成長 大家都叫他們做虛擬YouTuber 根據網絡上廣泛的定義 他們是在網上直播或出影片的內容創作者 而他們會使用2D或3D的原創漫畫角色造型 他們的模型會根據他們的實時動作和表情 作出相對的反應 大家好 我來自太平洋海天堂的25CM大張園Dumbo紫 你好 香港VTuberDumbo紫出讀兩年 以非人形的方式進行直播 主要用廣東話和觀眾溝通 我主要用VTube Studio 就是他可以連一個鏡頭 連了鏡頭之後 他就可以連到我的表情 我真人在眨眼 他又在眨眼 我講話的嘴巴又會動 然後我看左左看右右的時候 他又會動 只要開鏡頭 再在程式中按這個按鈕 他的LED就可以動了 然後再開遊戲和OBS 就可以開始直播 跟直播的時候不同 Dumbo紫娃私底下的他比較內向 分別都挺大的 因為直播的時候 我要跟大家聊天 但如果是offline的自己 可能不會自己自然 不會對著電腦說話 其實我也不太說話 根據2020年YouTube的官方數字 截至10月 他們的觀看次數高達15億 隨著VTuber的發展 更多人認識到VTuber公司 例如Niji Sanji HoloLive 而Dumbo紫是一位獨立VTuber VTuber的公司 有點像上班 會有點限制 他一定會有一些 給我的人切 我就一定要遵守 變成我要扮演一個新的角色 就不是做我自己 有公司的VTuber 當然他們的資源會比較多 根據Playboard數字 在2022年10月 排行榜首的Niji Sanji VTuber Vox Akuma 只是靠著超級留言 Super Chat 一個月就可以賺到 超過港幣63萬2千元 有時可能是比較大的日子 就會收到兩至三個 例如是生日直播 週年直播 以我是一個不太有名的VTuber來說 其實可能是幾百元 用模型的他們 背後的人同稱為中資人 不會被公開之餘 話題亦比較敏感 那為什麼Dumbo紫不願意出鏡 而選擇成VTuber呢? 對自己中資人的外表 我就不太有信心 反而是我現在的章魚樣 我覺得都挺可愛 大家會覺得是一隻吉祥物 所以就想要用模特兒的形象 說說由2021年年底 開始關注VTuber 由一開始主推 即是最喜歡Niji Sanji的Ike Evelyn 到現在主推同社團的Alvin Knox 他對於VTuber又有什麼想法呢? 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個動漫角色的真人直播主 我現在看的是英文的V 他們分佈在世界各地 所以對我們來說 最基本八個小時的時差是走不掉的 凌晨兩三點的追直播 如果我趁放假的時候 我亦有可能不睡覺去追直播 除了為VTuber睡少了 他亦會花錢買他們的周邊 平均這一年大概是每個月 一千至一千五左右 以前可能再分散一些 現在幾乎將整個預算 就是拿去買周邊這個東西 除了購買周邊 他亦會角色扮演 有大概十三年經驗的他 以往都是扮演動漫人物 但現在大部分時間 都是扮演與VTuber有關的角色 CourseTrain有很多V的朋友 他們Course就會覺得 更加融入他們 我亦會可能 那一刻我可能是A和V的 二選一的懲罰 我可能會先優先選V 另一位粉絲Ink 由今年一月開始追 平時作為上班族 一個星期五天都要上班 但他都會堅持收看 主推的VTuber Ike Eveland 也會購買他們的周邊 Ink又如何看待VTuber呢 VTuber的形象 是一個二次元的角色 他有這個外形之餘 他要有一個虛構的背景 除了是粉絲 他同樣都是一位畫師 會通宵為VTuber畫同仁畫作 即是對VTuber的模型 進行二次創作 當他們多數晚上8點、9點 開完Live 如果你畫的東西 那一晚你做不完的話 你另一天post 已經是完全另一件事 我有試過去到天光 有試過retweet 他未必每次都有回應 但retweet了就代表 他看到你的畫之餘 他有appreciate 我覺得這也算是肯定 追VTuber除了是心靈上的快樂 他還說有另一大重點 最開心的得著就是 看VTuber可以在一個很大的途徑 認識到新的朋友 我覺得是聯繫到一些人 一起去看這件事 和變成一個community 而說到中資人 雪雪和Ink兩個人都說不想知道 V在我心目中是一個角色 和他演員的關係 對於我來說 吸引我的是那個角色 而不關於演員的事 始終他設定是一個虛構的角色 代表他已經捨棄了他中資人的身份 可能我們就尊重 不要過度深入了解 他們其實很多人都會開明顏未記 到底他們屬於真人還是特效人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考慮思考的問題 我不反對會有更多虛構的東西出現 但是我覺得中間是要有平衡的 現實的東西是有些東西一定要保留 真和假 青少年為什麼會選擇追VTuber 而不追真人呢 我們找了研究日本文化的教授 去講解虛擬文化 和青少年之間的關係 他又說真假只是人類的定義 就算現在還有不少聲音批評VTuber的存在 人類亦都要反思社會現在存在的標準 平衡 tor造者 It's still very much satisfying human nature culture who we are and what we are craving for and what we want from the world and that is why I said that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human critically to understand intimacy to understand human emotion and intelligence and even to challenge or rethink social norms 社交平均等 講到這裏 虛擬世界正在蓬勃發展 可能不出幾年 VTuber會普及化 到時候當真實和虛擬已經可以共存 可以知道VTuber背後的真人 又是否真的那麼重要呢 真和假又應該要怎樣界定呢 MING PAO TORONTO